醫療訊息 您有好好控制自己的體重嗎 過度肥胖 有時候連走路都會喘 身體也可能會有一堆的毛病 嘉義地區有一名40多歲的貨車司機 他工作的關係 三餐不定 還愛喝罐裝咖啡飲料來提升 體重高達了140公斤 連上下貨車都覺得喘到不行 因此他到大林慈激醫院 求診想要減重 接受了達文西所謂手術之後 這五個月時間 成功是擺脫了30公斤 如今他呼吸順暢了 脂肪肝等問題也都獲得改善 罐裝的咖啡比較多 一天差不多 以前差不多兩三罐 三餐沒有定時定量 又喜歡喝偏甜的罐裝飲料 林先生七年前就已經飆破了120公斤 造成血脂异常 高血壓脂肪肝 一般來說BMI大於50 稱為超級病態性肥胖 死亡風險會增加 經檢查林先生高達53.25 嚴重危害他的健康 最重紀錄是140公斤 走路甚至喘到感覺快斷氣 工作是貨車司機 爬上駕駛座也非常吃力 還有足底筋膜炎 這一切都讓他驚覺不能再這樣下去 到大林刺激醫院求診 醫師採用大溫溪機械手臂 進行胃部縮小手術 內臟脂肪會比較多 那肝臟會比較慢性發炎 有時候常常脂肪肝的關係又比較大 那這種時候空間比較小 比較狹窄的地方 就是比較好靈活的去應用這個大溫溪 不會喘 現在不會喘的 林先生符合條件 減重手術 健保給付 減輕了經濟負擔 更讓他高興的是搭配運動 以及飲食調整 有效控制慢性病 讓失控的生活慢慢回到常規 大愛新聞江沛如 嘉義大林報導